大家好 欢迎收看2019年5月24号中国时间的明镜电视 今天大新闻 我是安华 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 几个关键词 那就是任正非 川普 华为 蓬佩奥等等 那么这些呢 大家一听就明白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 就是要围绕着现在呢 华为遭到这个美国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打击 在全球各地的这个供应商的供应链 似乎出现了这种纷纷断裂的这样一种迹象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华为即将遭到这种灭顶之灾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啊 现在有这个美国的学者弗里德曼 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认为呢 现在中国的这个样子 那么川普正好是用来对付 现在的这个中国或者说现在的习近平 这个执政当局的 那么有关这个话题呢 我们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另外呢 我们看到呢 现在啊 对于中国的这个制裁 尤其对于华为的这个制裁措施呢 也可以说是各种消息满天飞 那么其中有哪些是真的 有哪些呢 是不实的 我们也要进行一番梳理 好的 节目一开始首先给大家介绍啊 推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啊 重磅的嘉宾 一位呢 是明镜电视 我拍的这个大势小评节目主持人 陈小平博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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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势小平的主讲人 好 主讲人 还有位呢 是在德国明斯特的 明斯特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也是这个政论家 我们的彭涛博士 彭涛博士 你好 安华先生好 安先生好 陈小薰先生好 彭涛博士好的 嗯 好 我们互质问候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主题 我们现在看到呢 现在任正非5月21号在深圳呢 接受了一些中国的媒体啊 我们注意到是中国媒体 长达150分钟的 这个采访之后 他的这番言论啊 当然他说了很多的这个话呢 应该说都是啊 避时啊 就虚 说的都是比较虚的一些 包括一些啊 这种对于时政啊 对于这种未来啊 对于这种什么命运啊 等等这些啊 大话题的这种 发言呢 似乎显得好像是 站的姿态很高 但实际上呢 不难看出 他对于华为今后的命运啊 他毕竟还是华为的啊 要专事做华为啊 这件事情 那么华为现在呢 已经说啊 可以说是在川普总统的 这个命令之后 在美国商务部啊 把这个华为和这个啊 把这个华为和 接下来呢 他说啊 说这个和他有关系的几十家 已经是表明的要和华为呢 划清界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想看看 华为到底还能撑多久 是不是会遭致这种灭顶之灾 首先呢 讲请彭涛博士 我认为华为现在 当然从现在各个国家 西方所有的盟友 几乎所有盟友国家 大至少是这些重要的盟友国家 都表示 不是这些国家吧 这是国家的公事 私人公事 这些政府并没有表态 而是私人公事在 为了防止 或者说避免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 分分表示 要跟华为断货 或者说停止提供设备和技术 或者是不买他们的华为新手机 包括台湾在内 台湾的五家电器公司 也说不再买华为的新设备了 我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对华为来说 当然是有点灭顶之灾的预兆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下决论说 华为就因此 在西方或者在其他国家市场 就完全没有机遇了 这估计现在还为时过早 这种批判 还需要一段观望的事情 因为中国还没有采取反制 没有明确的反应 只是一些抗议 或者什么遗憾表达也好 但是没有明确的一些反制措施出现 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 要等待一段时间 看中国怎么反应 那么现在中国方面的反应 就是说是一种比较笼统的 包括外交部发言人的这种讲话 也都是一种谴责 同时是自己给自己打气 稍后会谈到 包括习近平在江西视察 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 但是我们现在看来 就是说英国的ARM 这个芯片的设计的架构 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公司 它现在把这个和华为断交之后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华为实际上也做一些准备工作 包括它的一些未雨绸缪 包括它的备胎计划等等 也都在做 应该说这方面的还是比较有远见的 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呢 由于这种各种消息满天飞 已经让华为这种形象 或者说人们对华为这种信心 发生了一种动摇 小兵是不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首先是美国跟中国打 然后呢 美国在跟华为打 现在有一个呢 美国在跟任正非打 这个 蓬佩奥亲自出来 跟这个任正非面对面的打 说你这个撒谎 那主要是指任正非5月21号的这个讲话 那么任正非5月21号这个讲话呢 国内有一个词 形容他是什么行为呢 是窗口指导的行为 就是说他是被人指使的出来讲这些话 但是呢 同意 任正非也无所谓了 因为你这个 你既然要争世界第一嘛 你要跟美国这个在三顶上较量 他也知道有这一天 他也知道他有一天要被做窗口指导 这样一个知道的对象出来跟美国的开恋 所以说他在这个5月21号也把话说说透了 就是我 我无所谓了 我豁出去了 这个意思很明显 那么这个对任正非来说 确确实实 你看先是女儿被抓 现在又成为美国被打的靶子 他底下的人也被美国认为是偷窃自私产权 等等 就是他把这个火就引到自己身上来 所以我们标题叫引火烧身 但是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是任正非你做那么大的一个牺牲 你把自己女儿牺牲 你把自己牺牲了 他本来该退休了嘛 对不对啊 你还是救不了华为 问题算什么呢 这个华为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要被这个 被截肢的问题 是不是啊 这个 很多人啊 对这个 对这个华为的命运啊 现在都在猜啊 用任正非说我没事 但是我觉得 任正非低估了这个风险 那么我觉得彭涛先生 对华为的这个后果 讲的那个看的也不够重啊 我觉得华为的后果 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昨天在我的大四小兵里 我讲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即使你华为有王牌的这个本领 你也只是一个突击队 相当于一个先锋部队 那么你后续部队跟不上 对不对啊 那么当你突进去的时候 人家就把你的围住了 就把你吃掉 吃掉以后 你的大部队也会被吃掉 就这样情况 所以说 从这个整个的战略格局来说呢 我觉得华为 没有胜算的希望 你最好肯定要被美国人吃掉 那么从技术上来讲呢 这个 我看到的这一个 一个一个内部的讨论啊 他说这个IT科技行业 有一句行话 百分之一就是百分之百 即使华为大部分供应链产业 都能找到备胎 扩服 虽然这个质量欠佳 但即使只有百分之一 无法找到替态 就会导致整个IT业务无法进行 现在看来这个比例 不止百分之一 比如 FPGA ADC DAC EDA 只有美国人做 那这是这个 你不可能说想人家会商 我们什么都不怕 对不对呀 ARM 断了你的供 然后说我们能做 你做的就是指次的嘛 你做不了能力那么好嘛 对不对 这个至少嘛对不对呀 否则的话 用翻桌子的话是你有备胎 你为什么不用啊 那么这个话 那么现在这个你最 牛的是你的 号称你的手机和你的5G嘛 那么这个ARM这个断供之后呢 人家的分析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 将会导致麒麟芯片的消失 你麒麟芯片消失你手机就没了嘛 这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今天的一个报道 还有一个ARM 他也是这个华为的5G 5G这个通信的这个网络中的一个关键部位 那会不会有影响啊 所以说这个这个华为 现在的华为的老总 任正非 他可以豁出去 但是你的技术 某些方面你还是有拖后腿呀 你把你自己牺牲了 对不对呀 你还是不能够跟 美国这样的一个 庞扬大物来较量 那是 就是华为他自己 任正非也承认啊 就说我就是一家公司啊 他之前不是还说吗 就说你美国跟我这么一家小公司在这较劲 就显得很没风度嘛 而且就说现在呢 他当然受到这种围殴 我可以说是算是一顿围殴吧 那么全球范围 但是这种供货商 我们当中也看到 我们刚才说到很多这种技术的细节 包括ARM这种芯片设计的架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架构也可以使用 有些呢还是这种开放式的 同时呢 ARM的我们看到这个V8的这个授权呢 是应该说是给华为是完全授权 不受影响 那么也就是从V9开始呢 就新的可能华为用不上了 但是我们看到呢 华为自己可能通过这个V8呢 ARM这个V8呢 衍生出自己这个分支 他自己也在做一些功课 所以说那当然这是一种技术性的方面的这种讨论 但是就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看到呢 美国现在这种打压呢 就是逼得华为呢 要么就是两条两个选择 一个呢就是彻底就是 像刚才小平你说的 1%就是100% 可能就死了 但是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现在坊间呢 应该说还有不同的说法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也就是说呢 这让华为呢 可以就是说把重点 一个就是转向自己的这种技术研发 彻底就是把备胎完全转正 再一个呢 就是说依靠的就是现在的这种国内的市场 应该说国内市场还是它的大头 中国国内市场 同时呢 现在还有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市场 有些这个所谓的亚非拉啊 这种比较偏远地区啊 比较落后地区的这种市场 那么对于华为来说 这也是他得以呢 应该说还是不至于 遭到灭顶之灾的 我认为呢 现在至少目前来看呢 应该说这种可能性还是不大 那么彭刀博士讲 我想这样的 华为当然 就像任正非自己说的 他已经在几年前 已经做了准备 或者十年前就开始做这种准备 但是美国总有一天 要回报复他们 要制裁他们 做了些准备 当然他比如说他有很多储备 也可能居住还可以坚持两年 或者是几个月的储备 储备的设备 芯片都有的 他做了些胜备 但是呢 就像任正非自己说的 他们预计是两年以后才会出现这个报复 现在是提前了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政治局什么时候都决定不干了 这个他不能预见 所以突如去来的这个变化 他们当然也是有点熟手无策 但是呢 就像那个蓬佩奥说的 他确实是代表党中央的说话 他讲话 他对外公布他一些看法 是为了跟自己打气 也是要告诉美国 我们不会取负你 就是说即使你把我全部打爬了 我无非不在美国 或者说不在西方市场占有 这个一定的份额的话 我在其他市场 刚才安法先生说的 很可能在其他市场去开发他们的那个什么领地 但是呢 华为当然 包括中国其他电信公司 都要尽量的去 去在西方市场占领它的 它的叠份额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 好像是比较困难 至少是在近两年之内 几年之内 它很难很难恢复到 几乎不能恢复到过去的这种状态了 但是呢 部分的占领市场的份额是可能的 比如说他把他们自己发 华为自己研发出来 自己的这个系统也好 自己的那个什么 这个什么中端式服务器也好 这个需要时间 而且质量能不能达到 达到用西方用美国的一些设备 和那个什么技术的那个水平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然我就说了 现在多数反映的都是西方的公司 而不是西方政府 西方政府并没有完全表态 也就是说他们 就是西方那个那些公司 自己为了不受美国那个制裁的影响 而那个什么 情愿这个自己暂时的收集损失 而跟华为暂时之后 暂时是断绝一些那个什么供货的关系 所以说我认为现在还是过早的在下决定 即使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即使华为和中兴这些公司 在西方公司被切断以后 也对那个什么 对中国那个什么崛起 也不是说就是完全是致命打击 当然在5G技术方面 中国很可能就在西方至少 不会占有现在的这个领先地位了 所谓的领先地位 也就是说在某些技术领域的方面 它是比较领先的 这个可能也是存在的 但是呢 这个以后在其他市场 好一点的这个兴起 还是不可能 也不能够完全就否定 它这个什么存在 包括现在比如说 大陆的一些反应 很强硬的口气 人民日报也看到看到消息 也就是说除非 我们中国是绝对不愿意回到谈判桌的 除非美国那个什么表态说 你的行为是错误的 你们所说对中国的打压都是错误的 否则我们不干 那么强硬的口气说明 中国政治局那边 习近平和政治局科技 也就是说对这些后果已经有所考虑 也有所预见 也有所准备 所以说也是准备 准备跟美国施暴连 你跟我施暴连 我也跟你施暴连 咱们就于事往迫 这个估计是脱钩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说继续这么发展下去 我们从战略性的战略角度看 川普说了一句话 有前不久 只要我在 中国的崛起就不可能 在这种战略考量下 大战略的考量下面的话 中美这个脱钩 或者是进步上脱钩的威胁性 是很大的 我的看法可能有点不同 我觉得现在就说 和中国脱钩 我觉得现在双方还都是在 打嘴仗的这样一个阶段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 现在这种状况 川普说到的这种竞选语言 我觉得也是似曾相识 那么之前在包括90年代当中 包括20世纪初 21世纪初等等 这前十年 每次竞选 应该说中国的话题都不是分量很轻的 而且对中国这种狠调 没有一个比今天的逊色的 那么现在当然是作为一种 似乎两党的形成一种共识 但是这种共识 恰恰是一种政治 这种正确所引发的一种恐慌 就是说大家都不想在这问题上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拜登 说了这番话之后 遭到了一群围攻 那么就是大家纷纷谴责 他这种所谓无知 中国的这种 这种应该说威胁 示弱网闻等等 那么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还有一个数据 就是三月份盖洛普这个数据 就是对中国的好感度 现在是大概是41% 那么就是说 居然还是好过1997年 和2000年的时候的水平 2000年和1997年 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 只有33% 那么当然了 18年的时候的这个数据 是53% 那么从53跌到41% 应该说跌幅是不小 但是就是这个和这个整体来说 并不是说美国的民意 就似乎就是说是对中国 简直是我们周围 我们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没有看到周围的人 对中国这种面孔 或者说说到是中国人的时候 是感到的一种明显的一种敌意 所以就是说现在这种到底 是上层在做事情呢 那么这种事情的这种尺度 或者说它这种 包括现在这种打开的这种画匣子之后 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之后 那么一系列的这种连串的连锁反应 是越烧越旺 而且双方这种互相攻击的这种 唯恐就是把对方不用这种嘴杖 把他骂倒骂死 那么看来这种状况还会继续下去 那么我们看到 我查一句 现在不是只是打口腿仗的问题 现在已经是在采取行动了 川普的行政命令 这是非常重的一个打击 一个重拳 不是只是打嘴杖的问题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 比如说不仅是中兴和华为 还有很多公司都要被禁止 跟美国做生意 这只是第一步 后边接下来还有很多步骑可以走 就是说川普的企业不少 要对中国造成打击的话 就是说这不是我们现在说 只是嘴上的说 川普是要落实到行动上 班农最近说的话 在新闻报道上面说的话 说得很清楚 而且他要求 一个人认为打击华为也好 打击华为这种类似的电信公司 比签一个贸易合同更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中国在5G系统里边 在领先地位这个势头要打下去 中国如果说在5G方面被打下去的话 等于这个2025就不存在了 这个计划 几乎就至少 现在从理论上 就没什么希望了 所以说这个脱钩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现在不仅说是老百姓 不仅说只是两党 有些产生的共识 对中国要更加强硬的手段 而且整个这些公司也好 企业也好 也看到通过川普这个手法 打打中国的方式的话 也给他们解气 因为他们在中国也遭遇了很多限制 市场准备也好 技术转让也好等等 他们吃了很多苦 趁这个机会 他们也出口气 我想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都由于川普的这种重拳打击 而且起到效果之后 会产生一种共识 整个社会 美国社会的共识 甚至在西方国家也会 就像一种宣传公式一样 一旦的煽动起来以后 大家心头就很多都会冒出来 然后就跟着一起跑 我们就说就像搞一种运动一样 像中国搞反日运动一样 只要大家把那个浪草宣起来以后 大部分就跟着水大流了 这样的话就很难打住 然后这种态势就会蔓延 最后就不得不脱钩 而且我想双方都做了准备 脱钩的准备 否则不会这么强硬双方态度 我觉得安华对口水上的解读 有点看清了中美目前这样一种竞争态势 尤其是最近这些出手 真的是在激烈对峙 绝对不是口水战 白宫和国会联手 你看国会现在知道 就是说这个华为的技术在美国的乡村 这个有将近十万个人在使用他们的设备 那么国会在拨前支持 这个缓解这些这个小业主们的乡村地带 这些人的经济上又改用华为设备的压力 这是国会行动的一个支持 而且这个国会这边还当心川普力度不够 会不会又像中心那样呢 放这个华为一马 另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现在就是说 对农民的补贴等等 这些事情呢这是一部分 另外我们看见就是说 那个打了华为之后 那么海康威视 这个啊这个比亚迪啊 昨天那个13家公司和个人啊 这些东西都在出来啊 一招一招的 而且刚才那个啊 彭桃博士已经说了 就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啊 会接着出笼啊 这样的话 这个现在 远远不是这个口死战的问题了啊 那么如果 如果华为 有误判那么我觉得那肯定是错了啊 美国这一波打击的力度是实物前列的 那么美国内部唯一的分析是什么就是 是一起打还是分开打的问题啊 是先打后打的问题 这是一个有有有差异 那么你看最近这个刚才提到班农的这个这个讲话 班农的讲话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这个啊 这个看法 这个你提到这个民意对中对这个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现在这个真中心的游戏的这个玩家不是民意而是美国的这些啊 对啊 任正非批评的政客们啊 白宫白宫的官员们和在美国国会的这些议员们他们怎么看 因为在某些意义上民意啊 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一再说是在选举的节点上 而不是在选举之后是不是啊 你把我选上之后我怎么施政我怎么样在投票 很大一步的他这个有自主性啊 那么川普呢受制于这个大选的这个节制 但是呢大体上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强硬啊 我觉得 有一定的民意的基础的 不会治愈的没有民意基础 他这么打的话民意基础没有的话他这么打什么打 他们的2020年都输掉了 啊是不是 所以说从现在来看我也没有看到美国有多少人 啊 来反对这种川普的这种做法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华为的这个 你提这个会不灭灭顶之灾的问题啊 大家觉得这个华为的这个生存期啊 如果保持美国的这种强硬打击姿态不变 华为的生存期大概就是两年左右 这是人家的 国内的一个预估 因为华为的这个 存货 就是 6到2年左右 那么呢现在华为最大的一个这个靠山 就是欧洲的一个市场 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消息这个英国的这首相 这个梅伊要可能要辞职 要辞职的话那么这个新上来的这个 啊 我们知道这个梅伊对华为是在某个意义上他是 让劲的 那新上来的怎么样 也不知道 所以说华为在欧洲的市场面临很面临很大的摇摆 ARM这个这个在英国的公司的最新的姿态是一个洞 是一个是 是一个信号 那么这个就是说我我感觉我刚才所说这个嘴上的不是说啊美国现在是 只是答对华为是啊 嘴上说说 而是说就是双方的这种舆论啊 这种唯恐就是说用言语 包括我们看到这种蓬佩奥国务卿讲话也好 川普总统的发推也好 啊等等 那么这一切呢同时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内部实际上现在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种调子 包括这个姆努钦啊他昨天在这国会的这种作证的时候就说到啊又提到了 加征关税对可能美国消费者带来的这种影响 这明显也是一种这种相反的一种信号 那么就是说内部 包括这种啊 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的这种分歧 仍然是有的 而不是说啊我们就看到就是完全是铁板一块 所以说目前这种状况更让我感到就是说关心的就是说 现在这种打压到底是对谁有好处 我们美国打压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真的就是说如果说华为任何东西都带 都带这么危险的这种后门也好或者他硬件里面有什么东西也好 包括地铁车厢都会有可能被操控 那么这种我感觉是完全是有备于常识的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美国的这种飞机 上面是不是都完全有可能 每一架飞机都有可能去监听了所有的东西呢 那么或者说美国 中国的这种东西是不是都有可能 被 怀疑可能有安全的隐患呢 我觉得这种东西 这就是一种危言耸听 我所说的就是说这种话匣子这种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 那么这种民粹主义这种极端的这种言论是一波 一浪高过一浪 那么这对双方来说可能需要这么一种疯狂期 那么可能过了这个疯狂期之后 可能大家才会能够逐渐的冷静下来 我还是想到就是何平先生经常说到这个人类历史 真的就是一种不断的一种80年一个循环 可能就是说要发生一种 一种疯狂期 从这种疯狂期 然后到一种 双方的一种 胶着 然后到一种逐渐的要冷静下来 然后恢复 恢复这种理性 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 嗯 我差一句 我觉得是 你说 我差一句 对不起 当然对美国也没好处 川普也知道这个要付出代价 但是他们认为 情愿付出这个代价 也要把中国打压下去 对他的目标是要把中国打压下去 让中国的崛起停滞 这是重要的川普政府的一个大战略 这个战略是不会改变的 这一点大家不要抱怀下 而从川普不是说现在开始 他从选战的时候就开始这么声称的 一直到现在为止 他都没停止过 他有两套路 要么就是 我们谈判的方式 让你服软 让你中国 要么但是你如果谈判 你不能服软的话 就是现在的结果一样 那我就打你 我都压你 唯独你 让你最后 不是服软的问题 让你爬下去 至少不能崛起了 打破了 不能打破了 不让你再崛起 至少不让你在西方和欧美市场的 再有生存之地 至于能不能走到这一步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是他的战略计划 也是他的每一步 走出来 走每一步步 骑的那个目的在那里 在这边 所以说当然他们西方包括公司也为什么要遵循美国政府的净利 他们也要受损失 他们要甚至要裁员 但是他们 就是说做了些 至少从长期考量来看的话 这样做 比那个什么 跟美国政府作对 要划得来 要划得算 就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从理性的角度 就从德和实的角度来看 他们请愿 短痛 也要不如长痛 长痛不如短痛 我现在痛一下 我保证我这个几十年 或者说十几年 几十年的这个案例 等等 至少是 美国是这么看的 这个疯狂时期 这个我也不同意 这个贸易谈判谈了十几轮 你有难处 我还给你宽限 这叫疯狂 对不对 最后你把这个谈出的东西 突然就是说 那么多页里 你裁掉几十页 你把你把这个内容给变了 而且变的这个东西 是因为你的文本的表示 不赞成美国人公布他的全部 只要赞成他公布一个 灾药 这个叫什么疯狂 这是很文雅的这种对峙 这是一个 另外 川普明确的跟那个 告诉你我要是什么 我 我要的是什么东西 是因为你欠我的 你 你占了我的便宜 我再找回来 这也藏不上疯狂 这是跟你明算账的 非常清楚的一个算账 而且告诉你 在这样一个 在这样一个制度之下 他要打华为 他要干什么东西 他也要经过他的这个行政程序 经过他 你要是他 起诉这个埃瑞克徐 是不是啊 他也经过法院去做去 这不叫疯狂 这是要 这是按照美国的规则 在玩这些东西 他没有越界 当然那个安华先生刚才说的也对 他在 美国在宣传上是过头了的 当然这个是为了 为了打 围堵了中国 我什么话都要说 跟中国一样的 就是说 宣传什么过头啊 哪一家宣传过头 他都是民办机构在宣传 他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就是 所有中国的 这个艰辛产品都有危险 都有后门 至于是不是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他这么说 你信不信 就这样说 我了 我并不一定要拿出证据来 我这么说就行了 目的当然 宣传的目的 是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 就是我打压你 而且 属世有名 这是 这应该说是有这种可能 而且不是应该说吧 西方很多评论也这么看 所以对美国这个做法 也不是很感冒 这不是说 因为他 中国是专制 专制 西方是不一样 西方在局外看的 像欧洲那样 看着美国跟中国打 他得意 然后等美国弹出了好处之后 然后说你得跟我一样去 他们当然希望你打了 俄罗斯希望美国跟中国打 欧洲希望美国和中国打 都希望这样 整个就有错乱 现在是 西方 错乱 而且这个宣传你看看 中国的宣传和美国的宣传不能个比呀 这边美国还是这个私有媒体在宣传 然后这个有后门的问题的话 是有些人在说并不是所有人在支持 在中国里面看见一个反对贸易战的这个公开移动的声音吗 但是一个声音在支持打这个仗啊 小平 我查一句 不是 不止私闻媒体 蓬佩奥外交部长到处在宣传 外交部长当然为美国政府说话了 还不为美国政府说话了 这也是 这也是宣传的 而且这个河南已经查出来了 这个华为有后门了 现在最新的发生一例呀 后门 你说我们说说白了吧 没有一个国家的产品没有后门 那不就是他说对了吗 他说对了 对不对 至少 我说 至少是可能的 这个后门的可能是有的 比如说 怎么宣传我要打理 我必须出事有名 我必须要 要要要要要 就说说说说我打打对 包括这个伊拉克战争一样 他一样可以找个理由来 尽管这个沙皇他也可以打 中国政府怎么干 西方政府也怎么干 这个他不是美国人 这个我们不能不能不能说 因为反共就不谈 西方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在欧洲 欧洲对这方面比较公正 比较理性 比较客观一样的看问题 当然美国可以体验 大家生活在美国是另外一回事 我 现在呢 应该说我感觉就是属于这种 双方的这种已经进入一种不理性的 不管这个不理性谁调起来 你可以说看中国是不守规矩 那么中国有中国的说辞 美国有美国的说辞 那么当然了 我们如果说只能说美国的说辞 可能也有失偏颇 中国方面认为呢 包括至少是这个入市的时候 多少多少项这个协议 最保守的说 反正还执行了大概一半 那么有一半没有执行 这是 就是说中国以外的这种评论 认为是这样 中国认为 我认为 你说 对不起对不起 又还要把 人为川普要反共 川普要把共产党推翻 这是很荒谬的一种看法 川普是为了 为了把你中国打下去 让你中国崛起止步 不一定不是说他的中终目的 就是要把共产党推翻 要把你让中国 甚至说让中国内部生变 当然他希望这么干 但是这不是他的目的 目的就是 要把你中国的崛起打住 这是他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至于是共产党 还是还是日本人 还是 还是其他什么什么民族社会 与他无关的事情 对呀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事情就是有 背于美国的价值观的 那么你这样做 到底对谁有利呀 那么是对 什么叫背于美国 背于美国的价值观 什么地方 背于美国的价值观 当然了 那你 你到底是为了 中国的美国 中国人捍卫的是他的一个自由体制 华为是美国 是中共的 这个数字极权 制度的一个延伸 如果让这种数字极权制度延伸到西方制度 用弗里德曼说 你就呛入了西方的制度之中 这是最大的危险 这才是捍卫美国的制度呢 这才是我们根本的分歧在这 这个东西 美国现在 这个战术层面 我觉得战略层面的 中国国内现在党内的这种改革派 或者说是这种 非保守派的 现在还有发言权吗 已经彻底的失语了 因为现在这种恰恰让习近平的权力 地位得到了稳固 本来习近平的地位都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很大的摇摆啊 那么现在出现的这种什么状况呢 就是习近平现在是更加定于一尊 你看他在江西的这个是 所谓这个考察视察也好 新闻 联播的篇幅占了23分钟 我想这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这表明明显就是发出了一种所谓动员令的就是这么一个信号嘛 也就是跟美国开练嘛 摆开架势 超级家伙要开练了嘛 那么这个这个是这个时候 我想的结果呢 是成功的让习近平的权力得到了稳固 我觉得 这个习近平权力得到稳固可不是美国人的帮忙 那当然是他呀 那本来之前我们都说的很多人对他这种攻击 就说认为他已经把事情搞砸了等等等等 结果你这个东西本来说 我们说谈判桌上能百分之百提出要价 能达到百分之八十已经是很不错了 那么我到底我现在我对这个的确感到很疑惑 那么既然一直说大家谈得很好很好很好 结果最后关头出现了中国发来东西是一片红 对中国崛起如果被打下去了被打爬了 不等于中国政府就会 中国共产党就会垮台 恰恰相反很可能 对啊 更顽固更白汉一样 是啊 就更加破坏 不不不不不 你们在站分车 这个节目里头没有人谈到 川普要把共产党打下去 也没有人谈到 贸易战打下去之后 中共这个打败了 然后中共就要垮掉 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现在就是说美国为了它的自由价值 美国为了它的国家利益 它是不是应该打这批仗 而你们认为川普打这个仗 是非理性的 是疯狂的 这些观点我全部不同意 但是你认为 大家很清楚 川普很多做法 根本就是不守规则的 包括国际规则不守 包括美国的法律 他也不守 什么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 跟习近平有什么区别 法律对他没有作用了 这个彭涛 这个 这个 你是学法律 他的这个搞行政命令 他是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 或者国家紧急状态法 发布的这个命令 他完完全全在法律的框架之中 紧急状态 一个总统就可以说是紧急状态 那当然可以了 这是美国紧急状态 给他的权利 当然你给他权利 但他有必要宣布这个为紧急状态 他为什么没有必要啊 就是因为华为的这个事情很危险啊 这就是问题 这个刚才你还谈到 这个班农说 华为比这个 这个贸易战危险于10倍 这才是说明紧急状态的必要呢 是是是 问题是 你说这个川普在这个目的上违法 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任何违法的问题 紧急状态受 受宪政体制的制约 国会可以制约 司法可以制约 现在没有任何人起诉 原来那个修墙的紧急状态 还有人起诉 现在这个紧急状态 没有任何人去起诉他 那现在是 这属于一种政治正确的这种 我就说吧 我就说了 过去的总统 对中国的这些电影公司 没有宣布紧急状态 现在川普可以宣布紧急状态 过去的总统 你说是吗 川普有 克林多时期 布什时期宣布的总统 国家警察的比川普多多多多 他有这个权利 不一定有这个必要 不一定 这就是他是 是一种正确的决策 就说明 不一定就说明 他是一个守法的人 这个完全不同意 是否应该发布紧急状态 这个自由财量权 全部在总统的手上 这是美国行政权 紧急状态权 是美国行政权的 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 这个是否有必要宣布 根据什么条件宣布 完全是总统的自由财量权 而现在 关键说 这个华为的危害 比贸易上危害大十倍 这就足够川普去宣布紧急状态 那就很危险 如果一个总统 可以这么这么说 随便 不管就不叫随便吧 就说宣布一个紧急状态 他可以 甚至可以 明天可以 发生原子 发生原子弹的可以 那是不同的 不同的问题 不能搅成一堆啊 我等一下 我可以 这是总统一堆啊 法律授权 总统可以发不紧状态 但是法律没有宣布 总统可以发原子弹 我才讲 我继续说下去 以前那个 那个什么 克林顿 Henry也是曾经说过 如果说川普上台的话 很可能他要发动原子战争 这是夸大 就是说 正因为美国总统 这个制度里边 规定让美国总统 赋予这种权利 我觉得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里有种缺陷 这是很危险的 如果一个总统不理性 怎么办 这是个大问题 不在于 不在于 我们不是说 对于华为的这种 这种状态 是不理性的 我就说 这个权利的 如果总统一个人手里边 有这个权利 这是很危险 如果总统不理性的 怎么办 总统违背了这个宪法 把这个民主宪法 把政治正确的抛弃到的时候 抛在一边的时候怎么办 你说 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我是这么看的 你越界了 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讨论是 川普发布警方的 有没有法律的依据 我告诉他 他有这个依据 那么你现在讨论的问题是 美国的法律体重 不该有这个 给总统这个权利 这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了 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问题的关键在这里 但是我们也可以谈这个问题 这就是现在危机的 一个来源之一 那么现在我们 不妨转到下一个话题 实际上这个下个话题 和这个仍然是有关系的 那么现在就是说 刚刚有一篇文章 就是这个著名的专栏作家 弗里德曼 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做 特朗普这样的美国总统 是中国应得的 我们看到 这个弗里德曼 实际上他本人 在这篇文章当中 他的总的基调 仍然是支持全球化的 但是他认为 川普 实际上他对川普 我个人认为 还是有一定的 这种批评在其中 同时当然 他也批评了中国方面 抨击中国方面 对这种不守规矩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终于到了一个临界点 所谓就是2025 同时呢 有一些这种 实施这种保护主义啊 补贴啊 这么等等 这一系列的这种 应该说两国之间 尤其是贸易关系之间的 这些障碍呢 越积越多 最终的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那么现在呢 就是导致了 美国开始对中国的 尤其是川普总统 对中国呢 实施了这种 一轮又一轮 越来越严厉的 这种 施压 或者说是极限施压也好 或者是某种是 可以说是超出了 极限状态的这种 打击也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呢 应该说 福利德兰这篇文章呢 让人感觉呢 就是说似乎啊 川普在这个时候呢 正好是出现的是 恰逢七十 是让中国呢 感觉到很头疼 那么有关这个话题 我们想请二位呢 继续来聊一聊 小屏先谈 这个 正好要回应你们刚才两个这样 你们两个人刚才说 川普对这个美国对 这个中国的和华为这个战争 是一个疯狂的 没有理性的 而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一个理性的 不那么疯狂的人 福利德曼 托马斯福利德曼 到现在 某个意义上改变了他的看法 支持川普对 北京对习近平是这个样子 这个福利德曼呢 是这个纽约时报的著名的 专门作家 我在纽约时报这个干活的时候我跟他有交往啊 这个他是非常有名气的 他的这个专栏影响非常的大 他这篇文章 写出来之后呢 当然也很有影响 是吧 那么这个文章呢我觉得就是说 他确确是刚才你介绍过他对这个全球化 是支持的 对川普呢 他现在仍然在支持 对历来是批评的 但是呢 在这篇文章他 清楚的意识到 就是说 即使川普是恶 但是也是必要之恶 为什么呢 因为 这是小恶有一个更大的恶在前面 基本是这样一个思路在这里 在这个里头啊 他说也许川普不是我们美国人 要的总统 但他肯定是中国应当得到的美国总统 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川普啊 他这个老中医啊 是专门用来治中国的 病的药 也是专门用来治习近平的药 这个开篇就说了 说的很明确啊 那么这篇文章呢 跟他大概两三年前写的另外一篇 文章呢 那真的是 完全 不可同这言语 那篇文章他露出了对中国的这种模式的 这种羡慕 你看他怎么写的啊 比较一下 纽约安装成就的拉瓜地亚机场 和上海造型优美的国际机场 当你驱车前往曼哈顿时 你会发现一路上的基础设施 有多么 破败不堪 再体验一下上海 时数高达 220英里的磁浮街列车 他应用的是电池推进技术 而不是普通的钢笼合轨道 眨眼功夫 你已经到了上海市区 对吧 这是他写的一篇著名的文章 然后 他今天他怎么说 他说习近平 请收起你那 谁也别想左右中国的民族主义威胁 你少对我们美国威胁 但是他 但是他 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 我就那么 你一贸易战开 开场的时候 你是作为中国政务 请到这个贵宾 去中国讲了话的 那么你以后还能不能去中国 这是个问题 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 我感觉 并不是说 他完全就说 他说 为什么这个人是很 你看得出来这是个便捷的家伙 我真的这么说 全部都还在捧中国 突然一下 川普下了行政命令以后看到有效果了 开始这个 我当时在 写了一个 就是多做了一个短 说了一句话就是 他完全是一个胜者王的这个政后 就是胜者王败者 一胜了 谁胜了 大家都跑过去排排长 谁败了 如果川普这个行政命令 不起效果 怎么办 他觉得还保持过去的观点 这个我觉得还有 他说的话 有一点可以 可以 可以 我们所谓 可以 可以理会 就是 确实川普是对 对对对对 不是对习近平 而是对中国打压 中国的 唯独中国决起是 确实是一个 适当的总统 这是述事 不管他的动机也好 目的也好 是什么 但是他的手段 他的方式 确实起到这个作用 但是他绝对不是 就是习近平的总统 习近平绝对不会被他打下去 或者最后下塔呀等等 这种可能性很好 很可笑 我觉得 弗里德万这种 突然转向 而且说话 这么快的急转之下 而且这么极端 这不是一个学的 真正的态度 他不是学的 人家是一个 装男作戚啊 这是文人吧 还有一个就是 他本人 《纽约时报》本身也是一个 见风使多的这个报纸 那么现在看来 是不是专门针对习近平的 那么 对不起 我们要吵一下 对啊 所以我就说 他这个 可以说呢 弗里德万这篇文章 我感觉呢 好像也不是说 完全就说 他是倾向于 他还是双方 至少是一半一半 他对这个川普也提出了 很多这种抨击 批评 认为他 把很多事情的理解的 过于简单化了 比如说呢 他说到这个 如果说 你看他 这句话 就说的 是批评川普的 就是他不对的地方在于 贸易和战争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 他可以是个双赢的命题 阿里巴巴 支付宝 百度 腾讯 全都可以 跟谷歌 亚马逊 Facebook Visa等等 同时成为赢家 而且他们已经共赢过 我不确定 川普是否理解这一点 当然他 然后下一段 就是批评 抨击中国的 他说 我也不确定 习近平是否理解 中国公司 更优秀之处 我们得让中国 光明正大的赢 但他也得准备好 光明正大的赢 的书 假如一直都能像 阿里巴巴和腾讯一样 在中国自由运营 谁能说说 谷歌和亚马逊 如今该有多么强盛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个呢 倒不是说 他完全就是 改变了 他的一贯的这种 看法 或者是这种思路 只是说呢 我觉得他可能 是不是一方面 可能像刚才 彭越人说的 有一种 为了可能 赢取这种读者的 这种兴趣 因为毕竟这种 大反应 他仍然不喜欢川普 不是 不应该是我们的总统 但是对中国这个总统是合适的 他很清楚的 他是对中国合适 对美国不合适 他是反还是反川普的 在这个问题上 他很清楚的 他没有变 彭涛对他理解是错的 他没有变 他不喜欢川普 他也没有大变 他只是说 鉴于中国的危险 他需要做 他在里面谈到华为呢 他怎么谈华为的呢 我跟大家说说啊 这个华为造的 能以超高速度 转移数据和应兵的 5G设备这一类 如果中国的情报 部门啊 直接按照中国的要求 获取权限的法律形式 他们也可以充当 间谍活动平台 5G技术和标准 一旦呛入一个国家 就很难被取代 下一个问题是说呢 那么这么多年来 美中之间的价值观和信任 正在扩大 不是在缩小 几十年来 美国和欧洲 融入了中国在贸易上的一些 欺骗行为 因为他们认为 随着中国依靠贸易和资本主义改革 变得更加繁荣 他在政治上也会更加开放 这种情况出现了 直到约十年以前停了下来 这我就觉得更是有一种 说不通的这种地方 那么你现在既然说 又让中国能够 变得更加不开放了 或者说更加背离了 和时间更加倒退了 那么你现在这样做 只能让中国更加倒退呀 而且我认为这个 这个耐心让中国这么大一个 国家也好 中共这么大一个政党也好 发生一种 根本性的变化 十年或者二十年难道很长吗 我觉得并不长 对 我没有说那个 弗雷曼说 他他喜欢 突然喜欢川普了 不是 而是他对川普的打法 这个手法 他是赞同的 因为他看到川普这个手法起效果了 这是他的投机 投机对面 这是我的看法 不是说他就喜欢川普 他当然不喜欢川普 但是他认为 现在看到川普这一招 起了效果 所以他就马上转向 哎 我的那个川普 好看 就是对习近平来说 正好是个对头 是个对头 但对习近平不会是 是个自命的对手 当然 会让习近平的政绩上 受到很大的挫折 这是数字 但是不像他说的 就是习近平的总统 这个他过分了 那我认为不过分 因为这个他所做的这个东西 他是改变 这样一种倾向 就是说 美国多年来对中国的绥靖 这是 川普可以改变的 因为如果中国继续在政治上前进 这个弗里德曼他是仍然支持的 他说但是这种前进 10年前 终止了 是不是 他这么说呢 在过去10年里 很明显北京不是在改革开放 而是在改革和关闭 对不对 他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 他们 就是麦菅 那个安华的意思呢 安华先生意思就是说美国 这个弗里德曼 支持 川普对中国的这样一种措施 会导致中国倒退 倒退的原因 不是美国 导致中国倒退 而是因为中国在倒退 美国在某个意义上还是拉住你 你别倒退而已 如果按照 如果按照这个 美国这个川普的三菱的政策 中国在进一步改开放了 对 你们我们看到 我们之前节目当中 我们都说过 实际上中国现在是这个 你说怎么就与世隔绝了吗 或者说中国人就整个就是 他不是与世隔绝 他在倒退 现在是这 倒退 那么你我们看到 该出国旅行的到美国的自由行 并没有停止 那么这些人到了美国之后 难道不受美国的影响吗 有什么影响啊 现在现在民主主义 比原来更疯狂啊 影响什么呀 现在在国内帮助这个政权 进行 我就说呀 催骨的那些催骨手们 全部都是从美国回去的 这个很多人啊 是啊 那为什么不想一想 为什么呢 中国是在 中国政治上是在倒退 这是 这个还有什么说吗 冒退 从政体上来说是在倒退 问题 它是个二元的 它是二元的 你说 为什么现在西方 至少是默认 川普一些打法是默认 为什么 确实 这是让西方头疼的一个问题 就是 习近平上台以后 甚至急剧倒退 而且对国内的控制越来越严 包括对外商 这是让西方最忧心的地方 这也是西方最后 包括现在这些企业 站在美国一边的 很大一个情绪 一个精神来源吧 这是我今天唯一同意 彭博士的一个地方 这个 我觉得安华在这方面 这个 这个我很不同意啊 很不同意 我 我 西方对中国的改变态度 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因为中国这些年的倒退 如果没有这些倒退的话 中国仍然占西方的便宜 西方在某个意义上 还是能忍受的 但是呢 你在享受西方的技术 在这个用弗里德曼的说 促使中国成为贸易强国 这个同时呢 你 变成的意识形态跟西方 越来越敌对 用那个 今天我看的一个标题 就是说 美国跟日本打 把日本打成了同盟 但是呢 美国跟中国要这么练下去的话 会练成敌人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害怕 中国这个崛起的力量 最后成为他的敌人 这是为什么他现在要封锁你 为什么会变成敌人呢 我觉得不 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啊 怎么不存在这个联系 这个制度是不可变的 他拒绝人类的普世价值 他拒绝人类的一些文明 这才是他成为敌人的标志 如果 他能够成为美国的盟友的话 任正非完全 没必要 预备跟美国在 三顶上决斗 过去美国人 我们先不说 西方搞 对中国搞 随性政策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当时 过去至少西方还抱幻想 认为中国还比较宽松吧 至少比 跟现在的政局比较起来的话 稍微宽松 还比较宽松 对中国 通过经济的变革 然后导致政治上的松动 还抱有幻想 而且 没有完全绝望 现在就是说这几年来 他们已经绝望了 这是很大的原因在里面 是 他是有这种情绪 问题这种情绪是不正确的 原因在于 这个东西我刚才说了 改变一个中共 改变一个中国 如果花30年40年 我认为毫不奇怪 并不是很长的时间 而且我们看到六四之后 我们知道六四之后 是不是中共的这些 党内的改革派 几乎是全军覆没呢 很多人是持这样的观点 那么就说 这个美国人并没有说 你要必须给我20年改过来 彭斯的那个讲话 非常的明显 你按照邓小平的录制 走下去 甚至于你回到邓小平的路线上去 那美国是承认的 愿意继续跟你合作 现在的问题是 是啊 你连邓小平的路线都背离 各何况你要走美国似的这个 普世无名的道路 这个是不可能的 是这样啊 这种反复 完全也是正常的呀 那么他可能是出于习近平 那么这个习近平 你认为倒退是正常的 那么人家拉你回来是正常的吗 那当然也是正常的呀 对呀 所以美国现在拉你呀 告诉你要三不零 你跟我一起参加一个自由贸易体系 你为什么不介绍 你这是明显情绪化了吗 美国现在这个做法是明显 当然是情绪化 你只能是 逼到另一个方向吧 川普现在 川普政府现在打压中国 在政治上不是在拉中国 他不管 他根本就 不考虑的中国 你这变不变与我无关的事情 我的目的是把他打爬 经济上把他打爬 你经济上垮了以后 你就不是我的对手 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可以拥有你 比如说包括 沙特阿尔 包括俄国 他都拥有现在 尽管俄国 这一点我跟彭博士有一点不同 如果中国是一个 市场经济 加非社会主义国家 这样的川普是喜欢的 虽然 你是社会主义国家 你是 非市场经济 这些东西在川普 一定要改变他的 这样一个议程上 他没这个意思 但是 如果你是 自由市场经济 你是社会主义 你是非共产主义 川普是喜欢的 因为川普这个人 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 他喜欢 他 尽管他打压中国 他嘴巴上 至少 尽管有可能是 一种 战术上的考虑 就是他对 金山胖也好 对习近平也好 对其他 什么 专制国家 他都认为 他的哥们都称兄到底 这已经是公开向全世界 宣传 美国家 他不要了 西方人对他 把美国川普政府 上台以后 不作为可靠的盟友 看法 就在于他 不管在政治正确方面 或者家族观方面 还是在一些做法方面 在国际 国际秩序方面 都是让大家失望了 就是大家不愿意 不把他 化成 可靠的盟友 不是西方 阵营里面的 我同意这点 我同意这点 我认为他会 压根就不关心他们 人权民主 所以说 就把这个 错误的一面 就把它忽略了 这就好比一个疯了 现在西方社会 对西方战后的 价值观的 价值观 民主制度的反叛 非常很危险 包括现在 这个星期 周末 欧盟 议会就要选举了 很可能很多右派 各国的右派 党派 获得很多票数 对欧 这是一个根本性 变变化 包括在英国 也是 所以说 这是很危险的 民主制度现在不是加强了 是在被摧毁 在被腐化 是 同样对中国我认为 也是同样的效果 那么现在的川普 上台之后 美中之间关系到现在这个地步 到底是肥了谁 瘦了谁 应该说现在中共党内的这些 所谓的这种开明派也好 或者改革派也好 彻底失语了吗 那现在完全没有发言权了 你怎么 在这个结构上 你敢说吗 更没有说的这种可能性了 真正的赢家是俄国人 我还是一句话 真正的赢家是俄国人 俄国人是老毛子 是真正的幕后的推手 你不信咱们看着 是是 我认为某种程度 欧洲已经出 欧洲已经开始 开始在沦陷 中国 那个 就是俄国也是 你关心欧洲 我关心中国 这个 这个弗里德曼特别文章呢 他只是说 川普是中国的药 他没有说更多 川普打中国 其实中国也够瘦 这也是俄国人喜欢看待的 这是事实 这个 现在 普京公开表示 他做双关辅斗 我不让你们俩打 这就是他 本来就是他的用意之一了 大概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们再说了以后 对对对 所以 实际上呢 这也是我们第三个话题 我们第三个话题呢 实际上已经谈到了一部分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制裁措施呢 在川普政府内部呢 也有摇摆 我们刚才说到了 包括姆努欣的态度啊 包括一些这种 应该说 代表了可能是华尔街利益 比较多的这一派呢 或者说所谓文和派啊 包括这个 库德洛啊等等 那么他们的还是有一些 至少在目前这种 极度的这种 扛奋的状态下呢 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我认为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 就是这种操守啊 他就说他认为什么 我就是坚持就是什么 至少没有辩解 那么但是现在呢 看来各个公司的 现在这种 发出这种言论 包括什么松下啊 东芝之前都有说 给华为停止供货 那么现在松下不仅是 出来辟谣 而且是后面还要加一句 我们要为中国的什么 现代化建设 添砖加瓦等等 那么这种话都出来 那说明这种 各个供货商之间的 这种摇摆 实际上也是在观望 我认为呢 还是有一定的这种 观望态度在其中 就是看呢 市场的发展到底会如何 因为呢 毕竟呢 资本它是有逐利的 这样的一个特性 我摆着生意 现成这么大一个 就这个生意伙伴 不要 这个跟钱没仇啊 那么现在华为 虽然是说 现在是遭到了围攻 但是华为 同样也在受到 中共的这种 举国体制的 现在的力挺 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 我相信华为 他们刚才也说到了 就是窗口指导嘛 窗口指导嘛 那肯定 对 我是因为 因为要看中国怎么反应 因为中国的反应 现在还没完全表露出来 也可能中国 也正在想的办法 就是对欧洲 不管你欧洲 跟着美国跑得多远 我都不跟你 什么吵架 也不跟你 那个什么 政府相对 但是你美国的政策 我绝不接受 这是中国以后的 一个方针 这是明显的 小平怎么看 这个呢 这个 他的这个 内部制裁 华为的这个东西呢 确确实实 内部有分歧 那么我在节目中 我谈到 他的这个分歧的 一个最大的 这个力量是 商务部 这个早就有计划 要制裁华为 但是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 他不赞成 那么这个东西就相当一段时间就卡在这 卡在这之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说呢 他这个用这个 制裁华为这个措施的力度有多大 我觉得高层也有分歧 就是说你像 刚开始这个要制裁的时候立即要生效 这个实体清单立即生效 然后呢这个商务部又发了个90天的这个 临时的这个通用许可 就是等于说他暂时在这个90天以内有一部分的这个服务和 和这个业务呢不受这个出口管制的这个规范啊 所以说呢 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说这个标题就是说 说他的内部的这个部闻这个这个有分歧在于在摇曳 就是这个应该是是正确的 那么这一部分的官方的这个态度呢 会影响到这些国际大的这个技术公司啊 跟那个华为跟中国的合作 因为确确实实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 这些人都想到那去赚钱 而且呢这些年呢 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这个市场舍不得丢掉 包括谷歌这样的被迫 这个要要要要跟这个中国化成界限的人呢 他也在公司他也在想犯设法的 在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进行协调 争取让他利益不受损失 对这是肯定的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法律标准的问题啊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啊这个东芝和这个啊松下的这个问题呢 可能就涉及到这个法律标准的掌握的问题 刚开始呢他可能不清楚啊 说这个啊我们可能在属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管制禁令 上面的这个啊范畴里头的 后来一看我们不在里头啊 这可能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的话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实际上呢我查了一下这个 这个管制禁令里面的一些这个啊具体的一些一些规定 实际上呢这个他有呢有三个门槛啊 首先呢就是说呢这个这个门槛是这个商业部的工业和安全局 叫BIS它确定的 就是说你根据这三个门槛来确定哪些东西哪些产品 你不能够出口 不能够转出口 不能够转移不能够公布啊 给华为这样的一些企业 以及相关的70个单位 68个等于是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啊 25%的入门标准 怎么说25%的入门标准呢 主要看你出口产品原子美国的技术含量 是否超过25% 超过25的时候呢 就视为美国的一部分 那么你就得乖乖的遵守这个禁令 那么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啊 他查了一下他不到25% 所以他继续给华为在卖那个芯片 成为华为现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芯片的来源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啊 你不到25% 但是呢你属于出口管制分类中的啊 这个出口管制分类它有个英文叫ECCN 那么所以他的600系列和9×515系列的 你也不能够 虽然不到25%你也不能够跟华为做生意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说呢啊 属于敏感的美国软件和技术啊 这个东西呢也属于管制 你一样也不能卖 因此呢按照这三个标准这些公司呢 进行清查之后呢 发现我们没有这个 哪一些东西应该啊 禁止哪些不应该禁止 那是很清楚的 所以现在你看ARM 他马上就宣布我们不能做了 然后那么美国本土的呢 他这个英特尔高通博通塞林斯 他也不能做了 因此呢这个 刚才我们前面也谈到ARM这个动作呢 让华为的这个 他的这个 几乎到他的供应链到了一种这个 拦腰斩断的这样一种效果 所以说这个 如果美国这个这个公司这个这个禁令 如果持续啊 玩下这个维持的话呢 我想呢这个华为的供应链的危机应该更大啊 所以现在华为在和这些公司以及美国政府之间呢 是在一种观望和这个博弈之中 呃 彭博士 对 我觉得 我认为这个 对华为的利益 还是要一件事 需要这段时间来观察 呃 到明年吧 呃 呃 互论 华为可能坚持不到明年也可能都出现很大的一个一个 一个转机了 呃 叫转机 不叫转机吧 那个可能是 就就在打卡了 也可能就是说 有了新的转机 我想还是到明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才会真正的一些效果 到底川普一些政策是 对中国的这个打击有多大 这个有什么后果 呃 以及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 怎么继续 都要在明年那个大选之后呢 没错 我这您说到这呢 我就想到一篇 这个这个彭博社的一篇文章 啊 就昨天那篇文章 就说到这个抨击这个 啊 对华为 因为你对于 实际上我认为呢 川普还是要用华为这张牌呢 来逼着中国上谈判桌 好好再继续谈 啊 最好能够把我的所有条件都接受了 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用意 同时 你用这种方式呢 实际上让中国 反而觉得跟川普谈 越谈越没必要 而且就说你这个 至于你能不能连任还都不知道呢 跟你谈成就算谈成了 没准这个执行又成了问题了 然后呢 可能还会有被这种推翻的可能 这都完全都有可能 所以就说彭博社这篇文章就说呢 你这样做的就让让对手 不管是哪个对手 不管是中国也好 还是欧盟也好 还是日本也好 韩国这个这个 韩国墨西哥加拿大也好 都会觉得你所做的这一切 可信度要大打折扣 就是我跟你谈了之后 到底有用没用 现在都成了问题 所以说呢 他对于这种兴趣呢 就会和美国谈判的这种兴趣呢 实际上在降低 那么这样一来 你这种 所以就说现在的 刚才彭先生说到这个 在这个明年大选之后 我想的可能就是说 至少对于华为来说呢 他可以撑着 现在华为的这个 孟晚舟是一张 这个一个人质 那么这个华为的现在这种 围殴呢 这是一个策略 说来说去 我认为实际上呢 中方是想把两者切割开 就是说把华为的事件 和贸易战切割 但实际上 我觉得川普 是一直想把这两件事情 放在一起 不然他就不会说出来啊 我可以考虑孟晚舟放不放啊 我可以 是不是可以把它赦免啊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 实际上我觉得一直就是在 为这个贸易战做铺垫 做准备 或者说利用华为来打贸易战 对 双方都必须在一种极限的情况下 才会坐下来再谈 没打到极限 我一直要不坚持 双方如果没把那个贸易战 打到极限的话 都没有退路的时候 不会坐下来再谈的 中国已经表示不坐下来了 就说除非你承认错误 我这个我才跟你谈 美国 川普可能在大选之前跟你承认错误 还不可能是 这个 嗯 嗯 小兵 确实实很多人担忧 就是说 川普会利用这个华为这张牌 来服务于贸易战这个牌 嗯 刚才 安华也提到就是孟晚舟的这个案件 他是想换 毫无疑问 但这个 但是现在为什么呢 就是 如果中国顺利的让这个 川普把这个协议签了的话呢 那么事情可能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 可能有时候变化 就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强硬 那么呢 川普可能就同时推进 两头叫双头战略 既打华为又打这个贸易战 两个独打啊 这是一个再毫无疑问 就是说这个2020年的总统大选 是一个啊 这个中美博弈中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节点 那么中国呢 和这个川普呢 都等着这样一个机会啊 那个看看这个下一论的机会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在2020年之前呢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 就是6月份的这个G20的这个 也这个高峰会啊 这个在某个意义上呢 我觉得短期的来说呢 美国人想啊在这个强压下啊 让中国啊在G20会议上呢 能够回头来跟他谈啊 争取谈出一个对美国有利的一个盘子 那么在这样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要求呢 很多人担心川普会不会又说啊 我答应了 那那个让这个华为啊 再活一回 这都是可能的啊 所以说这这种担忧呢 这种多余如果弥漫在这个 这种政治风隙之中 所以你说这种不确定讯实在是 所以说你让这些公司 你说那这公司一脚踩出中国大门之外啊 放下那边的钱不做 这边最后川普你又不制裁华为了 你说这些公司怎么办 你不折腾死他们吗 是啊 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意义上 也是助长了这些公司的这个摇摆 摇摇漫天啊 这是今天不可能有 不可能有什么谈判了 不可能什么 除非就是我说的寒暄两句 不可能再有什么实质性的谈判 双方都不可能妥协 这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 那么谢谢这个两位嘉宾 我们几位呢 一起对以上三个时政话题的 啊 就是今天呢 应该说是大话题的这种讨论 那么一段广告之后回来呢 啊 我们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啊 啊 那么我们借骨欲金 从今天起一直陪伴您的明镜 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 我们正式推出明镜专属周边商店 以后记得抱着明镜抱着你看明镜电视 也可以作为靠背 看景久了也不会累 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 底界装进点点今天是主题手带 走到哪里读到哪里读到哪里想到哪里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 休闲服装马克杯等其他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更丰富精彩的商品 您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 并获得价值回馈哦 明镜从线上到线下的陪伴 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 守护您走位 谢谢 谢谢大家